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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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太子有才没进行像样的抵抗 就被越军打得一败涂地 骨头被攻陷 太子有被俘 勾建命人放火焚烧夫差新建的姑苏台 大火烧了一个多月方才熄灭 而建造姑苏台的主粮 还是他进献给夫差的 当初是怎么说的 而现在又是怎么做的 人啊 看不到日后的破坏 只会静 静眼前的花言巧语 愚蠢而浅见的夫差 其实 去公元前494年夫差 击败越军并囚境勾建 仅仅过去了12年 其实夫差正与努埃公 为出宫在黄池 邀请禁定公前来会盟 禁定公惧怕吴国的势力 只好带着赵阳等人前来赴会 夫差于是让随行的王孙 洛和赵阳等人商议盟 首上各国的排名先后 实际上也就是决定 谁会成为新的中原霸主 赵阳可不比尽定公软弱 他据脸力争说 多少年来 一直都是晋国主持华夏的盟会 排名排在最前面是无可争议的 这还有什么可商量的 王孙洛说 晋国的祖先是周成王的弟弟唐书宇 而我们吴国的祖先 却是周文王的哥哥吴太婆 我们吴国国君的位分 比你们晋国的大多了 况且之前你们晋国虽然是名义上的盟主 但在于楚国的几次会盟中 都排在了楚国的后面 可楚国却是我吴国的手下败将 你们晋国还有什么颜面排在我们 吴国前面呢 两国就这样争执不下 连日不绝 这时密探送来了吴国国内的告急文书 详细说明能勾欠帅君偷袭吴国 并攻破无都的情况 请求夫差赶快帅君回援 夫差经的目瞪口呆 薄体见状立即拨出剑来 砍杀了使者 夫差不解其意 经问薄体为什么杀死使者 薄体说 如果走漏了消息 齐国和晋国就会趁人之危 我们怎么能安全回国 夫差想了想也觉得有理 于是严令手下不许把消息走漏出去 但到了次日 却发现军中有人在偷偷议论无都 被越军吸过的事情 夫差恼羞成怒 认为是身边的卫士泄露了机密 拨出剑来 一连砍杀了仗前的七名卫兵 夫差集的六审吾主 一会儿想不避惠盟 立即率军赶回吾火 一会儿又想把盟主之位让给晋国 等惠盟之后再回 一时拿不定主意 王孙洛向他出主意说 我们既不能不会先归 也不能先把盟主让给晋国 如果不惠盟就回国 其 晋这些国家就会趁我之危 如果把盟主之位让给晋国 晋国就会对我们发号施令 必须要拿下盟主之位 王孙洛建议夫差用武力威胁晋国 让晋国屈服 被夫差裁纳 当天晚上 夫差命吴军将士悄悄以赢 在距离禁军一里之远的地方结成了方阵 中军白旗白甲 左军红旗红甲 右军黑旗黑甲 阵士十分整齐雄状 天亮之后 吴军阵中金骨齐鸣 想撤允晓 晋国军臣十分惧怕 担心吴军会发动突然袭击 于是只好派者 再次前来与吴国协商 在协商中 吴国国内被阅军偷袭的内情 被晋国的使者所察觉 晋国使者回报赵央 赵央手中立即有了与吴国讨价还价的筹码 因为晋国耗得起 而吴国等不起 夫差要想实现称办的目的 就必须要在其他方面向晋国妥协 两国最后商定 晋国可以让吴国排名在先当霸主 但吴国国军冒用王浩的做法不妥 为了表示对周天子的尊重 吴国国军必须去王浩才行 夫差别无选择 答应了晋国提出的条件 于是诸头煞却会盟 盟主中的记载是吴公先煞 晋候自知 吴国成为盟主国 夫差终于实现了他父亲和驴生前 称霸中原的梦想 但这次会盟并没有给吴国带来任何的实际利益 夫差会盟之后 立即率军回国 一路上不断接到从吴都送来的急报 消息传开 将士们得知家国已被粤军洗破 国中被粤军烧抢一空 内心既悲伤又恐惧 再加上千里行尸 全都疲惫不堪 因此皆无战心 夫差率军与粤军对垒 但几次都被粤军击败 夫差无法 只好派人拿着厚礼到越国去清河 购建认识到灭亡吴国的时机还不成熟 于是就答应与吴国讲和 此后 越国几乎每年都派兵侵伐吴国 吴国不堪欺扰 疲于奔命 吴王夫差子归国之后 心灰意冷 无心理政 国内又无闲臣 导致国内连年灾荒 国力越发不振 公元前473年 沟建在此大举进攻无果 吴军无法抵挡 越军攻破无毒 并将夫差围困在沟苏山上 新苏州南阳山 夫差派王孙落前去请乡 并对沟建说 沟臣夫差 向大王表露一下自己的心愿 之前曾在快计得罪过您 但我不敢违背您的命令 与您讲和之后就撤军回国了 今天大王您亲自来诛杀孤臣 我也会听从您的命令 但我内心真实的想法 是希望您能像之前我在快计山 对待您那样赦免我的罪过 勾建听了有些不忍心 就想答应夫差 但范黎却不同意 范黎说 之前吴军在快计打败越军 那是上天把越国赐给了吴国 但吴国没有接受 而今天 是上天把吴国赐给了越国 越国怎么能违背上天的命令呢 再者说了 大王您每天早晚上朝一政 不就是为了吴国吗 至今已谋划了整整二十年 一旦放弃 可以吗 况且上天赐予您却 不愿意接受 那反而就会受到惩罚天羽扶取 反受其咎 用斧头砍伐木材做伏饼 用不着再去找图纸或样子 手里拿的伏饼就是样子 您忘记之前在会计所受的苦难了吗 勾建说 我想听从您的建议 但我实在不忍心让他的使者失望 范黎于是传令民谷进兵 并对王孙洛说 我的国军已经把政务委托给我了 请你赶快回去吧 不然就会对不起你了 王孙洛只好哭着回去向夫差复命 勾建于心不忍 随后派去使者对夫差说 我可以安置你到永东 今得将舟山市定海去 海中岛 当时属荒蛮之的 相当于囚禁于孤岛上 让你孔治三百家夫妇养老 从一个横跨县金江苏安徽两省 统治数百万人口 锦衣玉石 随心所欲的诸侯国的国军 沦落为一个荒蛮小岛上的囚徒 依靠六百口人的原始手工做业收入来度过余生 这个落差实在是太大了 况且国家被灭 宗庙被毁 夫差想了想 就绝望地拒绝了 他对勾建的使者说 陈老了 没办法再侍奉您了 之后叹息说 我杀了忠臣吴子序 如今自杀 实在是太晚了 如果死后地下有志 实在是无言见吴子序的 说完遮面自杀而死 吴国遂被越国灭亡 其实 据公元前494年战败越国的夫交之战 刚好经过了21年 正应了吴子序越国十年盛聚 十年教训二十年灭无的预言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